不对 应该是H7才对 多一个 怎么办 没关系 我们可以在什么 清除框线 在这边底下 把这一段复制一下 我是选取它 感触键向它的拖拉 这框线 在我看 我给名称叫什么 叫清除框线 所以这边的话 我也许把这边改一下 叫清除 把它这边改成叫清除框线 然后后面的话 当然我这边 因为已经加了 所以我待会再改成H7 所以上面应该是H7 才是正确的 不过未来这个数字 也很重要 当然如果你现在固定了 以后如果增加资料怎么办 那就会需要变动 不过这个我暂时先不讲 那清除的话 怎么清呢 还记得吧 其实上礼拜有讲过 Bolders 等于什么 Bolders.column 一样点column 给它没有颜色 等于 没有颜色的话 没有颜色 还记得吗 Exit None 没有颜色 但是如果你现在这样清除的话 会有个问题 是有清掉 可是它会变成是有点 本来是灰的 它变成有点比较偏蓝 所以比较正确的做法 应该是什么 Color 这边加个什么 Color Index 有没有 等于Exit 我们来再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 这有点蓝蓝的 不过 当然 如果不仔细看 其实不影响 不过 说真的 如果你这样 用Color 来清掉 其实也可以 因为将来不影响 那个线本来就没有颜色 这样的话 就可以把它 清掉 Color Index 好像看起来 没有影响 所以想说 是不是那个 2007的版本 理论上应该是要 恢复成这样子才对 OK 所以加框线 我就把它改成 这边H7 H7 加框线 然后这个是清除框线 Color Index ,没有颜色的话 或者你可以换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 你可以在这边 把它改成什么 Bolders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如果你要清掉 它的颜色的话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如果Color Index 没有办法把它清掉的话 你可以用Light Style Light Style 就是线条样子 等于什么 等于没有 那也就是说呢 另外一个方法 也是一样 可以把它恢复成 没有颜色的状态 把它纸心点 可以看一下 这样都恢复了 而且看起来应该是 对 几乎跟原来 要的效果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加两个Size 一个是 加框线 一个是清除 最后的话呢 一样 把这个按钮 也把它加上去 按钮 我习惯 如果都要长一样的话 我就拿上面这个复制 然后直接在下面贴上 然后贴的话呢 可以再把它移动一下 把它移到 那个对的位置 然后再来按右键 重新编辑它一下 就把它重新 重新设定它 指向哪一个 这个 加框线 好像是太多了 然后这边的话一样 按右键 你可以的吗 把它指定 这个是叫 清除框线 OK 然后加上去 清除掉 OK 那我们就有这个效果出来了 那待会的话 再想想看 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要再做一个变化 就是说 这边这个 本来一条线 对不对 这一条线 一条 我要把它变成两条线 这边 这边也变两条线 那要怎么做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 complete